越餓敲越猛 就醉男子宵夜想來點鹽水機 卻認為店員不把他放眼裡 怒嗆還不快來服務 出腳狠趴放菜單的塑膠桌 一下 兩下 三下 彼此空中亂噴 要給顏色 你知道我剛剛點個菜啊 他超過沉的啊 他敲我們的玻璃 那有破嗎 要不然我調回去自己給你看 你剛剛態度是怎麼樣 那你調啊 半口雞吃不到崩潰發洩兆麻煩 店家傻眼報警 建民許姓男子還想惡人先告狀 我給他點菜可以嗎 臉菜可以啊 他已經摔破我的東西了 用人家東西啊對不對 那有破嗎 他剛才提過我的東西 那有破嗎 破了 破了 那我賠你嘛 多少錢嘛 這不是賠不給東西 錢很多買好買滿 最寒又買機又買桌 5月17號凌晨 屈姓男子在新北市永和樂華夜市大撒幣 店家超無奈 也不是不賣他 只是要他去排個隊 卻被憤怒砸店 只好提告毀損跟強制罪 他說他想買 我說稍等一下 因為我們在忙 我馬上去接待你 可是他不停 繼續敲 我會跟他吵是因為 這個越來越過分 他敲就算了 他最後還提東西 嚇到我們的客人 損失雖不多 只有一千多 但無辜店家被找麻煩還破財 如今法院判決出爐 屈姓男子必須賠償 誤被損失 要讓他酒醒後 牢牢記住教訓 這裡請一彩山參謀報道